本节目由当代互联厦门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你现在收看的是废财勿扰 废财勿扰取财有道 各位好 我是徐昂 2017年或许是互联网保险真正开始惊艳世人的一年 内地最大的互联网保险公司赴香港上市 科技三巨头BAT纷纷是展落保险中介牌照 巨头的出厂虽然早有铺垫 但亮相的身段依旧是可圈可点 保险拥抱了互联网 互联网也是拥抱了保险 不过互联网保险的投资也是要参考不一样的产品 如果对于保险细节的不熟悉 有可能投资的保险并不适合自己 对于复杂的闲种和条款 再强大的人工智能也无法帮您设计 本期节目中原理财上海区总经理姚伟浩先生 将会带您分辨不同保险的投资法则 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互联网保险是什么呢 说实话现在香港在我的认知里面 还没有说真的有一家互联网的保险公司 它的目标客户群是非常的有针对性的 比如说真的有一个客人 他那个时候需要某一种保险的话 他就会弹出来 他会就是点对点去做一个销售 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 有互联网保险这个事情出现 的确是一个好事 我反而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欢迎收看这里呢 是由当代互联厦门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特约播出的非财勿扰 我是主持人徐昂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中原理财上海区总经理姚伟浩先生 Wilfred 欢迎您 哈喽我们又见面了 这一次节目的话呢 我们想聊一聊啊 这个非常新兴的一个话题 就是互联网保险理财 其实说到保险的话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 这个人生当中的话 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财的工具 但是呢我们想到保险的时候呢 我们就第一个想到的是 我们第一次跟保险接触的 那就是保险中介跟代理人了 不过现在呢 随着互联网的应用啊 越来越多的人呢 开始在互联网上 进行保险方面的理财 在您看来的话 您觉得这个互联网保险理财 它都有哪一些优势 而且它会对整个保险行业 带来什么影响的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 我自己有两个定义 一个是线上保险 一个是互联网保险 那我先讲一些 什么是线上保险 在我的定义来说 就是可能在网站上面 在一个网络上面 去投保一个保险 那其实这个事情 已经有很多年了 就算香港也已经有了 比如说你可能可以在一个 一个保险公司的网站里面 你可以买一些简单的保险 比如说旅游宝 这样子 那互联网保险是什么呢 说实话现在香港 在我的认知里面还没有说真的有一家互联网的保险公司 可是大家可能也知道了 最近有一家在内地最大的互联网保险公司在香港上市 那它真正是在一个互联网保险公司 它会在上面有一些它的方法去推销它的保险 那好处的是它 它的目标客户群是非常的有正对性的 比如说真的有一个客人 他那个时候需要某一种保险的话 他就会弹出来 他会就是点对点去做一个销售 而且它会结合很多 比如说一些大数据 它会通过分析不同客人的需求 去有一些保险的推介 然后它会透过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可以创作一些可能传统保险公司 没有的保险的选种 它是有这个事情 到了后面可能在理赔一些服务的时候 它也会运用一个人工智能 AI去做一个服务 甚至比如说真的要理赔的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在你的一个电子钱包 比如说微信支付就直接转给你 那这个事情我就会轻负为互联网保险 那现在香港是还没有的 内地就已经大概在四年级前吧 四年级前就有第一家公司拿到相关的牌照 可以营运这个生意 那我觉得这个互联网保险对于整个行业 肯定有一个比较大的充值或者是改革 当然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还是有可以很多讨论的一个地方 其实说到这个互联网保险的话 如果是生活在内地的朋友们 第一个接触到的我相信就是这个旅游险种了 比如说我们在买机票的时候 或者说去买一些团购的旅游方面的一些打包的产品 这个时候的话都会附加一些比如说旅游险种 或者说是这个飞机延误险 只要多花上几块钱 甚至是几十块钱的话 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理赔 而且的话相关的这个算法的话 可能很多的这个在网上 无论是支付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计算方面的话 可能还是蛮多人是会忽略这样一点 所以的话现在就有很多人在想说 对比一些保险公司哪一个产品的话 其实是最划算的 甚至不要用强制性的方式的话 来去购买这些选种 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在您看来的话 您觉得说其实在互联网保险的 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过程当中的话 那我们如何呢 这个更好的来为这个客户来去服务的话 那说首先你说比如说刚刚提到一个 可能一些强制性啊 或者是我们说是嵌入性的一个保险 那现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还不算很严重 就是比如说我买一个高铁的切票 它本来就会当你要需要一个保险 就先打勾在哪个地方 那你就把哪个地方就点一下 那就不用买了 我觉得这个还好 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说实话 现在通过互联网保险去卖的保险 都是一些非常短期性的 然后说实话保费是非常的便宜的 就比如说刚上市的哪一家公司 它也做一个平均的一个数 差不多每一张保单才几块钱 平均的保费是几块钱 所以说实话 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 有互联网保险这个事情出现 的确是一个好事 我反而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保险 比如说碎评险 碎评险就是你的手机屏幕碎了 它就会保 那肯定我们一般的市民来说 也会觉得这个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关键是为什么保险公司 公司它可以量化这个风险 然后给你 它知道收多少保费 可以赔你多少 那这个就是因为它背后有很多的数据 然后它就通过不同的方法 它能创作这个保险出来 那我觉得有怎样一个保险出来 绝对是好的 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也挺特别的 比如说儿童走掉了 跑掉了的一个保险 它还会给你的孩子做一个DNA的检测 就因为投保的时候 它会给你孩子做一个DNA的检测 就以后真的跑掉了 就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去找出来 那我觉得怎样一个行业的出现 一个闲流出现 我觉得其实对投资者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事 反而我觉得对他们 肯定是有一个价值的提升提供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互联网保险 尽管是刚刚兴起 但是蛮多公司也开始进行这些方面的运作 甚至是传统保险公司 也在更多的将资金投入到 新兴的互联网保险的这样一个发展 就在您看来的话 您觉得这一方面可能是一个趋势 另外一方面的话 会不会也出现白热化的这样一个竞争 这个绝对会的 因为现在内地 其实现在内地可以在互联网卖保险的 公司只有11家 那当然这个是可以越来越多的 我们也相信一些原本做一些传统保险的公司 比如说它也是通过代理人啊 它的闲种可是也是比较简单的 有类型的 它也会进入这个市场 那所以刚刚跟你说的一样 这个竞争会肯定是白热化的 可是这个对消费者对整个市场绝对是好的 关键就是这个互联网保险或者是在网上买保险 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线下或者是现在传统推销保险的一个模式呢 因为说实话现在无论在香港也好 在内地也好 是整个所谓做一个保险经纪人这个行业的人是很多的 最小香港是几万个 内地可能是只十万个 也说不出 所以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影响 我觉得反而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题目 一个讨论的点 其实互联网保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去中介化 而且我们都知道一谈到保险的话 我们第一个可能联络到的是保险中介人 或者是每个保险公司都有不同的中介人 来为不同的客户来去服务 互联网化之后的话 您觉得这些中介人会被互联网的这种人工智能来去替代掉吗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一般人的想法 因为一般人可能他买保险的时候 当然他会遇到一个中介人 那遇到一个中介人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是一个服务水平 最小有一个人专门去服务你保险相关的需求 可是如果是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可能说实话有些人会觉得 哎呀卖保险的人可能有些要比较硬销 可能比较烦这样子 或者是他觉得可能这个保险代理人 可能不怎么专业 因为确实在保险这个行业里面 有很多的从业员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真的很熟悉他们自己的产品 或者很熟悉为什么需要理财等等等等 那所以有些客户就会想 如果有一天互联网保险真的非常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 已经是一个非常火的事情 那去中介以后 他们会有什么一个好处呢 他们可能就会想 可能我是不是我的保费可以低点 因为这不需要付这个用金嘛 那可是现在看来 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分市 把一个传统销售保险公司的一个营运的数据 跟比如说现在互联网公司比 当然互联网公司真的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代理用金提供 因为他没有代理 可是他另外有另外的费用 就是他们说可能是渠道费 就比如说他们跟不同的互联网平台合作嘛 在一些电子商务啊 可能在一些旅游网上面就是推销保险 推销成功以后 其实他们需要付用金给这些平台的 所以其实也要我看过那个百分比 其实差不多也占百分之二十九 就是全的百分之给大人的用金 大概是这个水平 然后互联网保险公司给这些平台也是这个水平 所以最小在保费上面 现在看来是没有说因为去中介了 所以你就可以有一个比较便宜的情况 关键就是如果没有一个代理人 去为你介绍某一些产品的话 你会不会真的懂去网上去买 结果反而就是要看到个市场 对保险意识的一个浓度的一个高度 在您看来的话 哪一些嫌种可能是最先用互联网的方式来替代掉的话呢 是比较这个可行的 而且也是这样一个趋势呢 这我目前看来比如说一些比较简单的 主机那个条款是相对简单的一些嫌种 是比较方便在互联网去销售 因为互联网去销售一个东西 首先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 它能接触的人很宽很多 然后它的成本也很低 它走量会比较好 对走量比较好 那走量的保险就比如说旅游宝啊 可能一些七千的保险啊 可能一些很简单的意外保险啊 刚刚比如说说过的税评险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互联网的 也有现在比如说在内地 最主要的通过互联网去卖的嫌种 是一个说退货的运费嫌 就比如说你在一个网上的商店买了东西 可是你当然你有一些退货的一个 这个这个权利 那你退货的时候呢 是不是要再运回去 那运回去有一个费用产生 那商家就可能买一个相关的保险 就保了这个风险 那这样一个比较短期性的 保费低的这个嫌种条款 简单的就非常适合通过互联网去做 那可是现在其实我们作为一个 这个是市民 我借助很多不同的保险 比如说一些有取出功能的 比如说一些重大殖病的 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个早吃的殖病 他会多重宝 他会赔几次 这个比较复杂的话 现在我觉得通过互联网是比较困难的 首先就算他能在互联网投保 市民或是投资者 可能也根本不知道他应该挑哪一个 其实代理人的功能就是在这里 他可以为 比如说我遇到你的 我分射你的财务状况 我了解你的家庭背景 我觉得你应该买这个现状 那这个意见其实是有价值的 很多人不是说因为在互联网可以买这个保险 他就懂得去买这个保险 其实说到这个重大殖病保险 或者说是复杂的保险的话 我们究竟如何来去运作 那稍后的时间 我们就请邀请上来具体的分析 我们先稍事的休息 这里是非财务状 我们广告之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当代互联厦门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特约播出的非财务状 我是徐杨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中原理财上海区的总经理 姚伟浩先生 再次欢迎你 你好 我们刚刚就谈到了关于保险当中 一些比较简单的 或者金额比较小的一些保险 可能它的互联网趋势会更大明显 因为它主要是走量 但是的话 我们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相关复杂性的一些保险 比如说重大疾病 或者说是关于储蓄型的保险的话 可能人工智能的方式 或者是用互联网的方式 也很难给客户提供一个比较专业化 或者说一些高端化的一些服务 就在您看来的话 这一块的服务 是不是还是很难会被人工智能代替的呢 我个人认为 的确在中短期的时间 长期是很难说 中短期来说是比较难的 那为什么 因为最主要不是说这个产品 不可以放在网上 是要说肯定可以 这个问题不难 关键是就是投保人 知不知道自己需要买哪一个保险 那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个 比如说有取数性的重大疾病 或者是人寿也好 他们最主要的险种的类型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定期的险种 定期的受险 或者是一个终身的受险 英文就是term life 跟whole life的分别 那一般whole life 终身的受险 或者是终身的一个重大疾病的险种 它就有一个取数性 那其实很多时候客人是不知道在这两个险种里面怎么样爽 怎么样才适合自己 所以你把它都放在网上是 当然是可以 可是关键就是他不知道怎么爽 那代理人的角色最好的一个角色就是因为比如说我见过你了 我了解过你被你家庭背景啊你的财务状况 我可以跟你提一个意见 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最近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分析 比如说同一个大概大概一个25岁的男性 一个100万的人寿保险 一个定期的受险 它的价格一年是1100块 就通过某一家都是某一家保佣公司 然后终身的受险 它的保费是18000块 那1100跟18000块 如果不懂的人就肯定选便宜哪一个 都是100万对不对 这个很明显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 可是关键原来定期的受险 它不是保终身的 它大概75岁的时候已经就结束了 那终身的受险就顾名思义就是一辈子的 100岁也会受保 那到了45岁的时候 只是因为定期受险你要一直付钱 终身的你不用一起付 你付20年就可以 那到了75岁的时候 其实他们付出的保费是已经一样 可是定期受险也是赔100万 可是终身哪个就可以赔200万了 而且如果当时候就比如说你还生存的 你就把保单退掉 你还有一个就是取出的一个历史红利这样子 那这两个里面应该怎么样算 那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那当然这个现在很简单 本来现在真的没有钱 我没有一万八千块 我只有一万一千块 然后我有一个财务负担 然后肯定算这个定期受险 那可是一万八千块我是能负担那次的 我应该跳哪一个 这个说实话我暂时看来 就算员工智能互联网保险什么的 应该还不能取代代理人的一个身份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 选用互联网去推销保险 更选用一个代理人的一个制度 这个模式去推销 就是保险公司的确定 那现在我看来保险公司 还是非常有大的原因 为什么要通过代理人去 除了因为他们的积极性 因为代理人可能就为了要 拿到更多的客户 为了可能赚更多的钱 他们会很自急去推销公司的产品 那这个在保险公司的时候 肯定希望这个情况出现了 所以这个情况在互联网来说 就没有一样的效果 因为有的时候的话 我们知道其实可能 复杂一点的保险的话 对于客户来讲的话 可能他们未必知道 自己会需要这样的一个保险 但是的话 如果通过这个代理人方面的 一个介绍 或者说一些分析的话 他可能才会了解 自己目前的财务状况 或者说自己目前的状态 究竟适合什么样的 这种储蓄类的保险投资 或者说是这个 重大级币的保险投资是什么 对 没说没说 然后特别还有一个 就是不同地区的人 对保险产品这个意识 就比如先说内地 内地我的看法就是 内地大概在过去三十年 就经济特飞满进了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过去十年 二十年就富起来了 然后也变得非常的富有 那说实话他们 有一点会觉得赚钱 挺容易的 说实话 然后他们可能就对于 为什么我要买一个保险 保障我什么 保障只有百分之六七的 这种保险 对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可能没必要 或是没用 甚至在内地我接触很多不同的 就算是比如说在上海去 就是已经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也是很多人对保险是不知道的 一级半解的 甚至觉得保险是骗人的 我买了不赔 所以现在是一个意识的问题 那你就把产品放在互联网上面 不等于他们就会去买 因为根本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真的需要一个人去教育他们 那你问我 我当然觉得保险是很有需求 比如说谁不为生病 谁没有一个财务的负担 就比如说我明天就有事情 我离开了 那我的父母走吧 只是很多可能内地人 都不觉得明天会有这个意外出现 那在香港呢 香港就是一个 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城市 然后保险业在香港也营运了很多年 所以一般香港人 对保险是最小是相信的 他知道欧买了 我有事情他会理赔 可是也是比国外 比如说西方来说 那个保险的渗透率比较低一点的 比如说先有说美国人 平均一个人是有四份保险 香港就只有两份 当然两份也不错了 可是比国外小 那原因就在于什么 原因就在于因为 香港是一个税务很低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那个税的制度 就非常简单也非常低 那国外一般就比较复杂 相对然后税率也比较高 那通过很多保险这个产品 去理财或者是去管理自己财富 在税务上只是是有一定的优惠的 所以就这个是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香港也相对没有外国这么流行 就是这个情况 那其实在这个保险方面的话 刚刚你有提到说在美国 或者说西方国家的话呢 是平均每个人都有四份保险 香港是两份 我们也想很想知道 这个是哪一种类型的保险 可能是大家持有的会比较多一些 如果就比较多大约是一些跟个人有关的一个保险 比如说人事保险 然后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就是说一个你有什么事情 你比如说在香港来说了 到世界医院去看病 你有很多开销吗 这个医疗保险 或者是我们说健康险就可以报效你的一个费用 另外后面还有一个就是重大疾病 那这三个险种因为都是属于个人为主的一个险种 那这三种保险是 无论在香港也好 在国外也好 也是相对汽油比较多的 但也还有一些比如说一期性的 可能我去个旅行 我会买一个旅游把 我会买一个吃铁把 这类的一个保险也会有的 另外我们也想知道 就是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 特别是高净值人士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是不是一些储蓄类的保险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保障的 而普通人的话可能不需要这种保障 我觉得普通人也是需要的 因为说直白通过取数的保险 就是把钱交给保险公司去营运 那当然在这个点来说 可能也是为什么互联网保险 对于取数性的保险 保险不能普及 就是有一些监管的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法规的事情 因为可能毕竟是有一个投资的性质 可能你就不可以太方便在网上去做 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帮客户做一个 怎样的保险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投资计划 我们要做很多不同的一个文件 KYC就是know your client的事情 所以可能网上不能做也是这个原因 然后刚刚你问到对富人是不是特别好 然后对普通人就没有那么好 其实不一定的 就比如说一个我不会投资的 我不懂股票我不懂房产 可是我就是有一些钱想理财 那放银行肯定就是相对就赚了个比较低的利息 那比如我交给保险公司替我管理好不好呢 那他可能每年给我一个什么保证的返红 保证的红利好不好 那这个我觉得绝对非常好的 所以富人也好 普通人也好 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产品 取出产品去理财 得到他们的一个好处的 那通过保险公司来去做这个理财的话呢 其实也是在这个资产配置过程当中的话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的话呢 如果要是说保险 我们知道它其实对家族来好 或者对这个个人来的好的话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而且呢 它是不存在任何的这个市场风险的是吗 对 没错 而且 首先保险公司它的所谓盘子 它的portfolio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比如说它的投资回报相对比较稳定 比如说你现在觉得一个过亿的写资楼 它的收租肯定非常稳定 可能在中央一个杂志的写资楼 它肯定非常好的一个投资 可是不是很多个人 有能力自己去买一个怎样的写资楼 那通过保险公司 可能它的盘子里面 它有投资怎样一个写资楼 它有投资一些环球的股票等等 它总会把收益平均分给他们的投保人 那所以它的回报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刚刚也提过就是 保险其实是每一个人在财富管理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这个也涉及到一些税务 比如说有些外国 有一些遗产税 遗产税就是一个 比如说我有一个亿 它遗产税率是40% 是 那我离开的时候 我就需要拿4000万的现金 去赎回我这个亿给亿的一个财产 它不允许你在里面扣掉这个钱 所以如果有一个原色保险的话 那这个4000万就可以通过原色保险 去理赔出来 那所以这个保险的工具就 对于个人的理财也好 个人的税务的安排也好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所以就在刚刚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也确实对保险这个理财工具的话 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而且在互联网保险外来的发展趋势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也更多的知道 其实互联网能够提供给我们的 可能是小额的 或者说比较方便的这种投保 而遇到这个复杂性质的 或者说给这个高净值人士 来去做这个投资的话 可能保险代理人的这个角色 还是非常难被踢掉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姚伟浩先生 做过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了 那我们下一期的非财勿扰不见不散